彰化市的中間路還有中心路口 是選舉看板的一級戰區 但最近有民眾發現有一棵路樹 好像是擋住了國民黨立委參選人 楊耀聰的廣告看板 而之後呢 也發現這一棵路樹就因緣故被切除了 對此楊耀聰就澄清其他事前 是完全不知情的 但一棵路樹也意外引發了藍綠 雙方的選舉論證 選舉看板前 一棵路樹恰巧擋住了國民黨 彰化縣第二選區立委參選人楊耀聰的臉 不過回到照片的地點 彰化市中山路與中心路口 卻發現這棵樹已經被砍掉了 參選人楊耀聰的臉總算可以露出來 但是誰砍了這棵樹 和選舉看板有沒有直接關係 也引發藍綠論戰 砍樹爭議地點其實是彰化市廣告刊板的一級戰區 據瞭解廣告刊板每月租金大約三萬元 依照刊板大小而有所不同 這回樹疑似因為擋住廣告參選人的偷就被砍掉 綠營明代也要求縣府徹查到底是誰砍的 張化縣府公務處表示 這棵露樹確實是種在公有地上 但是露樹是早期私人所種植 盡了解也是私人自行委託廠商砍除 露樹如果真的是因為擋住看板被砍 還真的是選舉最無辜的犧牲品 記者林一峰 張化報導